嘉庆八年,任二月二十日,陈德,怀传,占卜千语,身藏短刀,带着大儿子陈洛尔,在东安门酒铺联喝两碗木瓜酒和绍兴酒后,进了东华门,穿过东西牌楼,从西夹道绕到神武门内,踏上了不归之路。 嘉庆八年,任二月二十四日,嘉庆底下旨,将陈德临时处死。 陈德的两个幼子被处以绞刑,按照大清律大逆罪临时处死者之子,未满十六岁,应发配边疆为母。 陈德的两个儿子,陈陆尔和陈对尔,都未满十六岁,但嘉庆底为了斩草除根,还是下旨将两个年幼的孩子残酷地杀害了。 据清朝野史大观等书记载,陈德就行时,从容自主。 在菜市口刑场,陈德被绑在木桩上,两个儿子压来向他叩头,他闭目无视。 行刑行开始,割陈德耳鼻及辱,从左臂鱼鳞碎割,刺及右臂,以致胸背。 出上剑血,既则血尽,但流黄水而已。 割完上体,陈德忽然睁开双眼大叫,快些。 奸行的刺子手却说,尚有指,令儿多受些罪。 陈德闭上眼睛,再也不曾开口。 清代档案记载,陈德行刺案,千年述审的人达十二人,除陈德的两个儿子被处以绞刑外, 陈德的朋友,王寺,黄武福等都被言行纠问。 黄武福还被至罪账一百,图三年。 故宫神武门东西两边的护军张经,贤福,瑞庆, 护军统领阿和宝,长青和护军教,护军等六十多人, 以失察之罪,分别被发配热和,护甲当差,革职,降级,罚奉,家事等处费。 将当班的肃亲王,永熙,副都御史,曼宁,副都统,萨明等,交宗人府及各该部异处。 御前大臣定亲王免恩,顾伦俄夫拉,汪尔多纪两人, 因为救驾有功,赏给御用补挂,封他们的儿子为贝子和赴国公。 赏前亲门侍卫丹巴多尔纪为贝勒在御前行走。 扎尔塔尔等几人,也都得到了赏风。 陈德行刺嘉庆帝案,引起了朝廷的恐慌。 之后,嘉庆帝便下令加强包括圆明园,热和行公,木兰围长等处禁地的警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